到了自殺在五局下半兄弟相對再度是錯過一個非常好的得分機會 同一是對二民兩分的領先 來到七局的上半兄弟相對換投手 在這個半局上場的是李豪潤 李豪潤一上來就被許勝傑敲出了一支右邊方向的安打 曹景輝今天雖然掉了兩分 但這兩分都不是他的擇勢 接下來是楊松賢 楊松賢今天已經打了兩支的安打 要擺短棒 結果兄弟相對這一邊 這個球又被撞掉了 許勝傑要闖本壘 兄弟相對回彈球傳過來 第一時間主審並沒有任何的手勢 郭一峰 郭一峰有發現許勝傑並沒有踩到 對 並沒有踩到本壘板 慢動作看一次 痛 踩到腳上 郭一峰很痛 但是他沒有忘記去觸殺許勝傑 對對 漂亮 這一分 同一是這一分並沒有攻下來 兄弟相對是要再度的更換投手 換上來則是邁加瑞 邁加瑞面對到的是高居剛 這個中間方向的飛球 二雷手推到了外野草皮 跨區犯案把飛球接殺了 楊松賢 這個判斷似乎是有一點點的失誤 楊松賢已經上到三壘了 結果是被兄弟相對這邊策動了一個雙殺手臂 在七局的上半的 同一是隊並沒有分數的進場 接下來看的是這條比賽 在八局下半戰況出現了一個相當重大的轉折 在這個時刻 兩出局了 兄弟相對啟用帶打 黃志祥敲出了一隻蠻幸運的內野安打 接下來周思琦反方向的平背球 又是一隻安打 周思琦敲出了安打 兄弟相對是僅僅剩下四個出局數的機會而已 而在這個時刻 統一是隊選擇要更換投手 先把雷鵬退場休息 今天投了七又三分之二局 對 今天雷鵬其實表現得相當不錯 七又三分之二局被翹出六隻安打 掉兩分之多 不過在林月平上場之後 先是投出了寶宋 接下來陳冠任又是一個緩慢 軟弱的內野滾地球 用鋪的 E-Layson說SAP安全上壘 兄弟相對靠著這一隻的內野安打打破了鴨蛋了 把比數追到1比2 而且在這個時刻上場打擊的還是王金勇 統一是隊的師隊頭部搭檔 竟然投出了寶宋 讓王金勇擊揮了1分了 現在兩隊是形成平手了 所以這2分是 對 紀錄上就是雷鵬所掉的那2分了 而初鴻三右邊方向的滾地球穿上出去 現在兄弟相對1分回來 第二分能回來嗎 統一是隊回場的時候動作很快 但是主審判定成冠任先碰到本壘板 這隻安打帶有2分打點 兄弟相對自8局下半是靠著4隻的安打 加上對方送出來的2次寶宋 攻下了4分 反倒是取得4比2 2分領先 但這場比賽還沒落幕 好戲還沒落幕 在9局的上半 庫倫被統一是隊的鄭乃文 敲出了一隻2分打點的拳雷打 又有人代打建功了 比數變成了4比4 對 真的這比賽不到最後一刻 都完全不能鬆懈了 這是中華軍方史上第三隻的 在總冠軍賽史上第三隻的代打拳雷打 像過去有楊博超 還有包括像王金勇 而在10局的下半 兄弟相對 率先上場打擊的彭正銘 一隻中右外野方向 非常標準的恰是2壘安打 而在這個半局要來觀察的是 兄弟相對 輪到的是黃正偉的打擊 左手有傷的情況之下 這個球點得還相當相當的漂亮 成功的犧牲的安打 把彭正銘送上了3壘 那現在就看看兄弟相對這邊 如何把這一分給送回來 但是朱宏森錯過了這個當英雄的機會了 這個左邊方向的飛球 距離很明顯的是不夠的 哇 太淺了 真的太淺了 壘上的人不敢打 已經是兩出局的 兄弟相對要在其中代打陳志遠 有求球員 陳志遠這一個球 打成了右邊方向的平飛 安打 再見安打 三壘上的彭正銘跑回本壘 兄弟相對最後就是以5比4 驚險的贏得這場比賽 也避免陷入零勝三敗 必須面臨背水一戰的命運 一番之差 延長賽10局 我會怕 因此為你可以跟你們同意 便只有你個人 Debz 正義被壓制 請 陳志遠上後復甦之後的第一支安打就是一支相當重要價值連拳的再接安打 那麼這場比賽酷